我們看看這題喔 他說把這整個乘開之後 X8次方向係數 像這種題目喔 如果說你不是很熟悉好了 你修憲老師一樣 把它寫得差不多 因為乘開幾次要8次 所以說這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8、7、6、5、4、3、2、1 對吧齁 這次到財,纏速項嘛 8、7、6、5、4、3、2、1 纏速項把它列出來 列出來時麻煩用乘法分配率的觀念 去把誰找到 把X8次方找到 來,我只要湊出8次要怎麼湊 首先來一次 因為這邊是把左邊乘上 右邊嘛好不好 乘號在中間這樣行不行 要乘出來幾次 8次 所以說可能我這邊纏速項 搭配這邊幾次 8次 所以乘起來是1乘級 9 行不行 所以加上還有呢 我這邊一次搭配這邊幾次 7次 也就是2乘級 8 行不行 再加上 還有呢 你去慢慢去找出規則 這邊兩次 搭配這邊的6次 對吧齁 還有在3乘級 7 這樣行不行 加上咧 你這樣慢慢找出規則沒 這邊是4 X34 搭配這邊多少 6倍 X54 所以再加上多少 4乘6 行不行 再加上多少 這邊5倍 X44 這邊是5倍X44 再加上5乘5 對吧齁 再加上 這邊是行 6倍X54 搭配這邊 4倍X3 再加上多少 6乘4 對吧齁 1次類推 再加上 這邊7倍X6次 乘3倍X2次 再加上7乘3 然後再加上多少 這邊是8倍X7次 這邊是2X嘛 再加上8乘2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再加上多少 這邊是9倍X8次 乘3 1 乘1 9乘1 X84 這樣行不行 再過一次 這邊再過一次起 10倍XX9次 是爆炸的 因為我只要X8次 所以說把這些加起來 就這樣好了 可不可以齁 但你觀察一下 除了5乘5之外 老實問你這4乘6 6乘4有沒有一樣 有 3乘加7乘3 有沒有一樣 有 2乘8 8乘有沒有一樣 有 1乘9 9乘1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說基本上 我只要把這邊算出來 行不行 1乘9自己 有 加16 加21 加24 再加幾 25 對不對 最後把它加起來行不行 來 9加16 25 然後25 再加四幾 45 25加45 70 但是加幾個兩個 140 再加上25 所以加總共四幾 165 行不行 可不可以喔 這25嗎 25加3 45多少 70對 170 再加上這個25 再加上165 看可不可以喔 麻煩你把這邊 整個大家看一下 OK 這題不難但是要有愛心 OK